各位愛運動的夥伴大家好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是肌肉工作溫度的提高 一般我們的暖身運動 肌肉工作溫度提高的動作 不外乎是開合跳 海溪跑 剪刀腳 那這三個動作在執行的時候 記得呼吸要保持順暢 那身體呢 穩定的控制動作要乾淨俐落 那今天呢 要為大家多分享兩個不一樣的暖身動作 那讓大家在暖身的時候有更多的選擇 各位愛運動夥伴大家好 接下來需要介紹的是肌肉工作溫度提高的動作 第一個叫做風車踢腿 風車大家都有看過他是轉圈圈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要用肩關節來做這個動作 所以記得 手由後往前畫圈 那兩隻手做一個交替 由後往前的畫圈 不是左右喔 一定要由後往前的畫圈 下半身呢 我們做一個直踢腿的動作 但是腳 不用完全伸直 膝蓋保持微彎 向前踢直 那過程當中請你記得你的軀幹這個位置保持穩定 我們不會有駝背或後仰的動作 讓他維持穩定在這裡 那我示範一下慢動作 手不一定要去碰到腳尖 以你的關節活動度 為主 好 那記得這個動作 我們有慢跟快 動作都一樣 但是要記得一次做15到30秒 那做3組到5組 慢的做完再做快的 我會示範兩種 慢的有一點像慢速跑步 好這是慢速的 接下來快速的會有點墊步 而且速度要加快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封測滴腿 會有點喘會有點累 像我現在這樣子 各位愛運動的夥伴大家好 各位愛運動的夥伴大家好 肌肉溫度提高第2個動作叫做登山者 那登山者啊他的好處是 他除了可以讓你的肌肉溫度提高以外 他還可以啟動你的核心 那啟動核心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趴著的動作 那在動作過程當中 請維持你軀幹 就是你整個脊椎的穩定性 過程當中不要有駝背跟 挺腰的動作 請讓他維持在這裡 那動作 我們先從趴著的動作開始 雙手在肩膀正下方 脊椎保持直立 屁股稍微夾緊之後 動作 先由腳尖 輕點地板 膝蓋往胸口靠 然後接下來呢 點住之後 我們做瞬間交換腳的動作 那當你以上動作都可以熟悉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做正式的登山者 膝蓋往胸口的地方靠 有點像跑步的動作 那記得肩膀不會離開你的手 不會有往後腿的動作 記得往前 那動作過程一樣是15到30秒為一次 那做三次到五次喔 以上的動作都學會了嗎 回家記得趕快練習喔 那 暖身的時候記得我們關節的動作先做 那再來做肌肉溫度的提高 那正確的暖身動作跟順序 他除了可以避免運動傷害之外 還可以增加你運動表現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